那各位同學 我們現在要進行今天的另外一個新的進度 在第二天進度有今天要做的事情 今天要做什麼事情呢 我們有個裝置叫 LIMMOTION 所以我們點進我們剛剛的網址連接 我們有這麼多檔案要下載 太多了看不懂 我們只講最重要的1.23 1.SDK 還有一些選擇下載 那SDK下載又分了很多版本 我們先用比較條例式給大家看 這裡有很多SDK版本 我建議大家在下載的時候 我們要下載最新的SDK SETUP就是DRIVER 有DRIVER就可以做事情 所以就下載這一個 那點擊它就可以選擇當中 所以下載第一個是這個檔案 SETUP設定的DRIVER 有DRIVER之後我們做第二個 是華神.t圓這個 那我一樣建議大家 下載最新的檔案 2.241的版本 一樣點它之後 選這個下載的連結 我們就下載這兩個 下載進去了 所以我們現在有什麼呢 有SETUP設定值 有這個SDK 所以我們就先裝DRIVER 我們一樣做事情 就分三個步驟 一 我們從我們的資料夾 比如說我們的雲端資料夾 我們看到有這個DRIVER 我們選擇下載 然後它就一步一步去下載它 然後就完成了 等一下 我就順便結個圖好了 就是下載1 Winscreen 然後再下載2 Winscreen 我接送 然後下載3 然後顯示細節 再下載完 然後它會再裝出VIO 系加加的SDK 那你們可以模仿它 去試著做做看 那SDK 裝好之後呢 那我們就回到 我們用來安裝的頁面 它會出現很多次 就讓它一直安裝就行了 假設這體感的DRIVER安裝成功了 我們一樣用了T圓去做事情 Limotion配上T圓 安裝好之後呢 右下角 它等一下會出現一個圖示 所以現在圖示呢 還沒有修爪 我給它放趁下方 讓大家方便做事情 等一下這邊 目前是沒有裝Limotion 一旦拋好之後 它會出現這個 確定你要裝這個印象 剛剛前面叫褲子茶 確定安裝 記得勾勾勾起來 因為它會過你兩次 那拖拖起來 安裝會安裝比較快 所以現在 正在努力在找硬體的過程當中 那我們就把我們的Limotion 那我建議大家 裝比較 會裝比較長的那個Limotion 我們把安裝兩次的介面 也都選擇確定 確定好硬體裝置 那我們就把硬體接下去 現在老師把那個Limotion 的硬體接到裡面去 一旦接起來 一旦接起來 右下角出現硬體 需要等式 因為我們安裝好 所以它就很快的 就可以把硬體找完 這一頭說 你要不要App 有沒有App 或是快捷線 那我是覺得 可以不用開了 如果用打安裝版 就可以開起來 沒關係 所以我就不開它 因為那個 趕時間 這個已經找硬體之後 你仔細看那邊發生什麼事情 有一個藍色的 綠燈出來了 Limotion V2 安裝好了 那我們先跑第一個版本 叫做觀察器 我們想看看Limotion 到底怎麼作用 這什麼意思呢 我們把Limotion 放桌面上 我們把手舉起來 喔 我們把另一隻手舉起來 喔 所有兩隻手 剪刀 石頭 布 耶 一二三 就可以做事情 這個就是我們的Limotion 我們要確定硬體OK 軟體OK 我們可以找到整個手 整個手被細節 四 翻開 二 三 反正別人都不同 動作就是 這樣就可以拿進去 然後可以畫線 畫線條 那這個硬體 大家先試著看 那其中 我復解一下 這個APP 你是可以不用開它 你可以看它關掉沒關係 因為它 希望 它希望教你一邊下來 一邊教你怎麼去使用它 不過我覺得正常 你不要多會使用 所以 沒有它應該也行 那你看要不要用東西 那我是先把它關掉 你可以試試看 好 我們休息一下